你快拿下来吧 我还要投呢 行 都见我嘴里了 欧蕊鹏 都见我嘴里了 欧蕊鹏 救命你吧 欧蕊鹏 手机 帮你跳一下 跳地上了 去吧 我才翻过来的手 欧蕊鹏 咋啦 他拿那个使手一直帮我手机 免费给你送点 下次你多光临我 好菜 那我帮你挖菜 在雾鸣当家做主的大环境下 新老爷太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 这太美好了吧 爹 你拉船的姿势太帅了 你一会儿还能再拉一次吗 我想看 你那个 回头我要拉的时候我叫你 你来想看就来看 牧牛牛牛马已经开胎了 去买菜了 王鹤迪 老巫子啦 今天闲事免费 欢迎牧妹前来乡鸽 今天闲事免费 天哪 在桃花户居然还有不用和桃花币的买卖 拼腿速的时候爆了 你太快了 牛车是免费的 牛车是免费的 今天牛车是免费的 你要吃什么 我都行 你还要开哪儿去 他要去哪儿呀 不是 真的是免费的 快快快 如果我们从我们家 走到小麦布的话 那个小麦布可能已经没有影子了 但是就正正好 我的那个水路刚刚修好 那个小麦布来了 我和孙怡用最快的速度 他停船 咱就过去了 两分钟一点事不耽误 直接就过去 拿了一大堆物资 你这么巧是吗 今天 走 咱们走吧 时间还没有到 兵也往里放了 兵怎么拿 兵怎么拿 兵也往里放了 咱没框啊 拿这个当框 拿这个框 空了吧 空了吧 哇 太疼了 还得睡咋脸 你等会我先把它弄上船 然后再过来接这儿呢 可以 走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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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 我今天太有成就了 我今天太牛 了 虽然你们节目组没有给我桃花笔 但是今天的物资物资我觉得起码值个 三百桃花笔 我们今天要是没有收到这个神 走到了就结束了 真的呀 哎 真幸好把这个弄好了呀 想致富先修路 就是说 哈哈哈哈 对 球框 太棒了 球框 你是最棒的宝贝 我刚把 水路修好 嗯 拉回来 牛就来了 然后君哥 啊不江姐姐跟我说牛来了 赶紧过去抢 然后我拉过去的时候 我们俩拉过去的时候只剩四分钟了 嗯 这意思就是今天如果这个水路没收好 咱从咱家触发过去牛已经走了 嗯 厉害厉害 多吃两碗饭 嗯 黄哥 你这个茶叶是就给它放进去啊 茶叶是老孩留下来的 你要不不那你给你喝点热水吧 我不用不用我喝凉水 再喝热水 那你留下来你喝不喝了 喝呀喝呀我们我们找时间空了我们就可以喝 你们你们想泡茶就现在可以泡 我不会泡呀我跟你说我要是会泡 我给你泡我不会泡 我只会把你把茶叶放在这个杯子里 数年鬼经济你是多多进去 哦 根本都敢呀我哪 我不用我我不要泡呀 哦 根本我也要求呀 根本能要那你就不要喝热水呀 那你就不要喝热水呀 热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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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非常喜欢我们家的家庭氛围很轻松 哇 哇 这个好 哇 哇 哇 两个男生做饭 然后我们可能就搭打下手做些女生做的事情 然后感觉整体氛围还挺好的 吃吃喝喝 然后是我理想中的那种生活方式吧 你是脑力 我是体力 我们俩的配合就是文物双全担当 明明是个很热情的人 我们第一次见她跟我打招呼 她就拦住我的胳膊了 嗯 你为啥自己一个人走脸还那么红呢 你怎么了 还好 还好 因为我大部分时候 我都比较迷茫 不知道我能为别人做啥 说实话 娘娘 你都去摘菜了 哇 别跑 别跑 你好棒 我们这个乐队非常不专业 就是半调子乐队 你也加入吧 那我就半调子都没有 只有 我只有四分之一调子 那你可以做观众吗 可以啊 耶 行 走吧 可以 我们从哪过去啊 他们是从哪过去的 你们要找他们的话 对 他们其实有人在划船 你可以把他们传掉 要不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去找他们吧 你觉得呢 你们先商量着我回去洗菜 先去了吧 先一起再去 一会儿再去吧 我不能让娘娘一个人去做饭 你看 就在这儿了 咱们叫他们 你去吧 我不能让娘娘一个人 去吧 明天再搞事业 娘娘 我来了 我手脏了 没事 就我很感谢她的热情 就是有感染到我 如果你要是以后害怕 你把眼睛摘下来 哦 不了 你看 我给你示范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巴巴巴说话 然后就不会射孔了 因为大家不知道你是谁 别人该射孔了 也看不到你的表情 是 你就是太照顾别人情绪了 是吗 谢谢 别人 究竟是哪个人 哈哈哈 真正在乎你的人 是不想让你担惊受怕的 拥有你太幸福了 太合就是 给他们看看我们的战利品 他们肯定会很开心的 我现在也是 辛苦了 哇 你俩怎么没少逃了呗就是 炒方妹面 炒方妹面 这太香了 辛苦两位妹妹 真的两位妹妹辛苦了 但是 我们也不会让大家白白辛苦的 对 我跟你说 妹妹以后啊 我们就是养你 对 绝对不会让你为了一口吃喝 对 出去劳动 辛苦不可能 对 我的天 雪妮我说句实话 哪有力麦克斯 真的 我的爱好就是 给爱的人花钱 我的天 那时候我跟你说一个事 这个都闲了 没事 没事 先来放点糖 我就口中妹妹 咱们这个 没事 没事 这咱们这个 需要补水 没事 这咱们这个 需要补水 没事 我尝尝有多咸 啥样呢 放糖 我尝尝有这么咸 有真咸吗 我尝尝 有米饭吗 有 有 有 他见走了米饭 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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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吃醋吗 我还吃醋 我也喝点醋 你们做啥我们都吃 你们也太好了 我们也没别能 对 吃饭这一块 情绪架子这一块给满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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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妞 好帅人 我的天哪 好帅呀 哇 这 这是成功了 这个肉你要搁进去吗 肉 不搁的 本来要尖椒炒肉的 但是现在感觉也 尖椒炒肉了 尖椒炒肉了 这么厉害 我觉得他们三个就是 很有耐心的 就即便他们非常疲惫的时候 也保持非常大的热情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哥哥姐姐 在外面赚了点钱 所以以后咱们每回 我们三个人给 给到这个家庭三十元 必须得吃完 必须得花完 必须得花完 买 买 买包 咱们家 就主打一个 休闲娱乐 休闲娱乐 小康之家 咱以后买现成盒办 买它 汪圣君 押现成盒办 同意 看咱家多钱一份 现成盒办是对的 干杯 为我们美好的生活 干杯 干杯 人生您奋斗而精彩 哎呦 点击了这一下 生命尽在大富之家 哎呀 这一下 就这儿熟了 不能再干这种 自缘 你醒了 我醒吧 我们做饭呢 是 本来想做好了再叫你 我感觉到 哎你那个乐队你凑齐了吗 江江说这个很难实现 为什么 她说 学个乐器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 对 我觉得乐器挺难现学的 是 我们不能为了好玩为了热闹 对 去弄 而且我们是不是能完成也是个问题 是 再没有零基础这么多的没有专业的话 我觉得如果组一个乐队是非常难完成的 你会唱歌跳舞吗 我不会 你会打再舞吗 去年的乐队我就没有参加 我们想让你加入就是因为你会弹琴 我只会弹一首 可以了 我是来享受生活的 说实话 比跟他划船有意义吧 我是想回家快点 你以为我也 我也是刚需 你以为我们在娱乐呀姐 我现在其实我是个迷茫的状态 但是你如果真的想做这个的话 肯定就是比如说 大家都从零开始 我们只是想说最后呈现一个 我在这儿学了一个小才艺 我自己来这儿我有点收获 我从不会 我至少迈出了一部 我会了一点 嗯 嗯 就是看你想要达到 可以 我也可以弹吉他 奠吉他 奠吉他是不是有 奠吉他也可以啊 奠吉他也可以啊 一般的吉他也可以啊 那选取的这个 是个任务 交给你了 你的专业水平 我没有专业水平 咱也没告过乐队 可以 那问谁何事 你说老薛会懂吗 就是他 他肯定懂啊 那我问他 可以啊 薛老师 我有一个急活想请教你 就是有什么歌曲 可以几天内学会架字符 钢琴 然后或者其他的乐器啊 有推荐的吗 薛老师 谢谢 我们可以弄一首 他的天外来物 好像很很拽的样子 算了 好像很难实现 天外来物 那么决定 那是不是可以那种 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就是大家都不会 然后我们先从基础的开始学 然后学会了就是最基本的一些 尝试的一些东西以后 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那种曲子练习曲开始 然后最后再选一个相对而言 对我们没有太大难度 但是又比较就是像一个就是小节目的那种东西 我很喜欢他 从前小朋友 第一他很优秀 然后在专业上我觉得是 是不可能有人能超越他的 我不会 我觉得你很帅 几个合选就一直这样重复 你这样好美啊 我不要看着 然后他很替别人着想 这么冷 不是 你穿了保暖衣 你还是把你这个大衣穿上吧 好吧 我有你就可以当成了 不需要大衣 我成切做不到 我非常愿意跟他接触 而且我跟他接触也非常舒服 他会很考虑我的感受 我整个从来没有感受过 我可以把一个心交给别人 我不用去焦虑了 我谁都不需要 我找你就可以了 就那种放心是很大的安全感 干脆就我们几个弄 一个组合得了我们这个舞 就从零开始 行 我每一季都更新舞台 每一季都卖 观众都等你的直拍的 行 我来口琴 口琴 你的口琴 当然不会 我弹琴 但是我得拿那个简谱 就一二三四五六 那可离底 那我就挑一个吉堂 和牛可离底 太酷了 想想都很酷 哎呀太好了 我想想也有点激到 哭了 怎么了 在哪呢他 这门口呢 我不要 我想跟牛牛说 咋了 咋了 妹妹咋了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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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说的 这事还是啥事 怎么想的 你想抢汉 不是 今天本来 我想 因为你们做很多事情 然后 我和娘娘说 我们也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 我就跟她她姐姐说 我们可以 做一个乐队 然后 因为我回来做饭了之后 我就没有去跟她们商量了 然后 结果变成了 刚刚她的姐姐 找我谈话 说 她们可以 她们自己做 然后她们自己 就不带我弄了 然后又有 薛志全老师也要来 我 我都不知道 然后 我来我来我来 等于就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她们 已经 组了 然后 我们本来叫半吊子乐队 然后 也不用我这个名字了 我们现在想弄一个就是 从零开始的东西 可能就谈不了王菲的歌 我们其实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要正视自己 就是 当然这个想法是你提出来的 就是半吊子嘛 我觉得也特别好 但是那个东西 对于我们今天下午去跟所有人聊的 这个事情很难实现 我们刚刚上面就想 想做一个叫从零开始 嗯 比如说我们一人唱两句 但是我们一人学一个乐器 嗯 然后如果你想加入我们 特别欢迎就是说 从零开始我们学个乐器 或者你看看你 你说我也要学一个乐器 对 你觉得要不要 因为我们 我觉得 就是自愿吧 嗯 就你 因为我唱歌都还 五音不全的话 然后再弄一个乐器 跟我手毛脚乱了 就是没有必要 给自己增加负担 嗯 就是先把自己想做的事情 先做好 就是如果我们的理念可以相同 嗯 那我们就 就一起参与 如果我们理念不相同 就是可能我们就 先往前做我们的事情 嗯 就这个意思 就你看看你的想法 就我们也是随时欢迎 他们已经商量好了 他们屋 然后跟倩姐 还有他们所有人都商量好了 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弄一个也可以 他们弄从零开始了 然后我说我也想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微信 我说你们是决定自己弄一个 不带我了吗 嗯 他也没有回我 他可能在忙 但是我本来觉得应该一起的 别唱歌了 对 对 你好好的 然后我说 你好好的 其实我唱这个歌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 想说积极主动一年 因为我想就是跟同学一样开开心心的 然后所以我都准备好了来 然后我就 因为这个这个事吧 他都有很多的变化 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自制的一个 对 对 就是我没有办法就说 这个我们说好了 然后就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定了的事 对 因为我是觉得事情都在变化中 就是你们可能想弄半调的就对 但是人家可能越弄越专业了 对吧 可能来的真正的音乐人来了 那可能就是越弄越专业了 那可能我们不会乐器 或者我们唱歌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就要跟着这个变化走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在没说定之前 它就会有变化的 所以我们只能消化 我绝对不唱歌 没事 大妹妹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事 无论什么事让你不开心 一定不要把这个错挂在自己的 好不好 嗯 我并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这里面有什么误会或者这些 我也不知道肯定它一定是有的 大概率是有的 但我就看他那样哭 我就是很伤心 又很难过 其实就是你会共情嘛 以前我们去上大学 刚进入职场 都会有那种 因为这种快速的融合 产生冲突碰撞的时候嘛 慢慢慢慢的 这种事情是 会随着我们的成长变得 稍微顿感一点 会能控制自己情绪一点 去让自己接受沟通交流 接纳这么样的事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 不是啊 我们只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很 我也很难 你就跟他说不是那个意思嘛 只是说就是聊着聊着就聊成那个样子嘛 但是他的初衷是想说他想要唱歌嘛 对 我们想的是说我们可能他们出一首歌 但是我们想要挑战一个 没学过的东西 确实有点为难 对 那主要就是怕 他会有 我觉得就是 道歉着他道歉 对啊 确实有这种感受 我也觉得不太好 虽然说我们已经把它变得 跟他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了 但是 嗯 再想一个其他的形式 你是说我们就放弃这个事情呢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不然我们就想一个其他东西 那我们这个还做吗 做 必须做 我也觉得要做 现在我跟你说 就是不要有任何压力 我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好的 如果到时候咱们上去还是就是挺拉的 没做好的话 啪 下子就给他一段个人跳舞solo 一下子就厉害了 我现在点不在这儿前 现在睡不到这儿 但是呢 但是问题就是我说到这个以后呢 她说那个 她说那个提案是 她说那个提案是明明 对她是人你去看什么 她想要 你是不是有点懵 其实我给你整个解决 你给他解决一下 他们俩来说这个事情就是 这是别人的体验 他们用了别人的体验 还不想带人家了 我们不是不想带人家 现在你现在理解的是明明想的 对 我们不想是这样想 但我们不是这样想 我还是跟他说一下吧 我在想 你说不清楚 我确实说不清楚 我的能力说不清楚 好为难我觉得 我这样我就把你的话我重复一遍 我就跟他说 你把他那个 我跟他说 然后 看他愿不愿意把他 你再来吧 小小小 明明 我是宋倩 那个是这样的 没有说那个带不带你了 只是说 我首先呢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说的是 是你提议 然后你们要做一个这个东西 我就说我是不会乐器的 唐唐唐也说 说他也啥也不会 那既然大家都说这个乐器这个东西 我说那或许可以就是从零开始 做一件我平时没有做过的事情 但是你本来想要的乐队肯定是想要伴奏 然后跟你的唱歌一起做一个完整的节目的 那我们就本身就不会 所以我们聊着聊着就说 我们这个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说当你的伴奏 就是说聊着聊着 概念就变成两个概念了 优秀 我明白倩倩姐 我不是生你的气 我是生汤汤的气 其实我也需要汤汤给我一个回答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我提出来的 然后她说到后面的时候 她的意思让我自己弄一个 我觉得我是不开心的 因为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乐队 包括今天来找你们 我们都是一起商量的 然后最后这个乐队成立了之后 就把我放在外面 我觉得汤汤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她还是打电话呢 没发语音 这个事啥也不用干 就给你讲讲个空气 就表明了今天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做人口 我的CPU已经要烧了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确实是 确实是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情绪既然存在 表达出来是 对这个人 接下来比较健康的相处是有好处的 能表达自己的感情也是一种优点吧 我觉得 我明白 妾妾姐姐 我不是生你的气 我是生汤汤的气 其实我也需要汤汤给我一个回答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我提出来的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我提出来的 然后她说到后面的时候 她的意思让我自己弄一个 我觉得我是不开心的 这个乐队成立了之后 就把我放在外面 我觉得 汤汤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进 咪咪